56. 經濟一周 調整提供低級機會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A股區P071A股學堂皇大至6月以來 內地股市震盪加劇 為穩定股市表現 中央積極高市 不僅人民銀行速度減息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並啟動亦回購 此外 內地證監會亦放寬融資融券 兩用 擔保密規定等政策出爐 更嚴難惡意故隆 在官方各部門相繼推出如20項的股市利好政策帶動下 內地股市上週開始回穩 早前內地股市大幅調整 最初中央推出增加流動性措施 未能針對因槓桿增加而帶來的股市泡沫 以及一旦爆破之下帶來的連鎖反應 市場一度出現恐慌性拋售 及至後來 中央從多方採取舊市行動 特別推出能針對中小型股跌勢的措施 令投資者逐步回復信心 短期來說 不者相信 A股已證定 正如早前在本欄看過 內地A股仍由散戶主導 專業的機構投資者認屬小數 因此 市場炒作風氣強勁 而隨著兩融開展 鋼桿化進一步推動 A股市場急速上升 令市場調整時 去鋼桿化所帶來的跌幅更為嚴重 市次調整雖然為市場帶來震盪 但不者認為對長線投資者是好事 傳統消費股展現投資價值 早前市場快速上升 令不少公司市盈率非常昂貴 更日的調整令這些股票股值回到合理水平 再度提供吸引的投資機會 不者偏好優質成長股 特別是消費及新興製造業板塊等 除此之外 在早前大升市中 有些微符合炒作概念企業 並未跟隨大市上升 但在的市中卻一同遭殃 令股價顯得非常吸引 特別是一些傳統消費行業 雖然未在投資者亢奮時受惠 但由於盈利能力強勁而股值便宜 然已出現非常可觀的投資價值 基建項目了將落實動工與此同時 國企改革刑事不者看好的投資機遇 相信會帶來下一輪盈利上調 國企改革頂層方案有望近期出台 未來養企並構與重組可望加快進行 不者尤其看好區域性改革的前景 部分地方政府對推動國企改革非常積極 內地企業提高經營效率 將會有助企業盈利和估值提升 不者相信下半年內地國策仍以保經濟為主 目前來說 人行仍有空間調低利率和權款準備金率 而且不者期望見到更多財政政策得已落實 年初至今內地已批覆多個基建項目 包括受惠一帶一路概念而被炒作的鐵路行業 但多個項目均未具體落實 除了多個地方政府成功發債 不者如其建設正式動工後 將會對經濟帶來拉動作用 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仍是中央首要任務 總括而言 A股調整雖然令投資者憂慮 但卻令股值下調而帶來吸引的投資機會 不者料未來A股仍處於上落市 因此 選股顯得更為重要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按頁面右邊皇大致 摩根資產管理香港及內地零售基金業務總監 作者為摩根資產管理香港及內地零售基金業務總監 主要負責香港、內地及澎門於零售及私人銀行、 保險公司及獨立財務顧問之基金業務發展